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本来在今年2月要保护美国 后来因为美中一系列的冲突 网网气球冲突事件等终于启程 6月18号到19号要访问中国 共和党已经表示布林肯在这个时刻 保护中国回来必须向国会报告 而布林肯出发之前已经由助理国务卿表示 不期待美中双方有重大的突破 目的是防止冲突变成战争 维持美国是竞争而非冲突的关系 为了避免核危机 美国呢过去在2015年的时候 当时川普片面的退出了 全世界六五国家和伊朗所签订的核协议 而为了避免伊朗现在步步的可能取得核子武器 上个礼拜伊朗已经宣布成功发展超高音速导弹 美国现在正寻求与伊朗达成非正式的协定 美国的官员说 伊朗目前和他们所签订的正式协定的话 可以称之为政治停火 而普丁在面对乌克兰所进行的春季大法 用手提称 乌克兰的反攻没有机会战胜 但俄罗斯也不必动用核武 因为这个时刻 俄罗斯首批的核武器 已经运抵了白俄罗斯 而在这场战争开始进行了 今年最重要的乌克兰反攻之时 美国最全外的杂志 Foreign Policy报道 普丁永远不会同意让战事降级 不管乌克兰的反攻成果如何 俄罗斯都在为一场持久战做准备 目前我们来看一下乌克兰这场战争 普丁公开指称乌军 已经损失了180多辆的坦克 超过400辆的装甲车 也就是乌军的十分之一 而美国的国防部长Austin说 乌克兰有能力很快地修复 这些受破坏的军事设备 预期会继续地苦战 而且维持作战能力的一方 将会是取得最终优势的 所以西方必须要确保 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武器 而美国的国防部长Austin 也是第一个说出这场战争 美国的目标是为了削弱俄罗斯的 主要的美国官员 他说这场战争 整个春季大白宫将是更艰难 以及血腥 目前预计 占领乌克兰东南部的俄罗斯军队的战斗 也将非常的残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计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